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平靜制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講講一個挺令人心碎的故事 其實有位台胞參加所謂烏克蘭的志願軍 在當地歸天,沒有了 他老婆曾經叫他不要去 可惜他不聽 所以令到這個都可以悲劇,因為有家庭有性 這位先生就叫曾勝江 原來他也跟他老婆說 不用擔心,年底就回來 但是說了沒多久 這個愛好 就已經傳到台灣地區了 當然 他也可能是首位在烏克蘭 離開人世的 台胞志願軍 很年輕 25歲而已 很年輕 真的年輕 昨晚 傳出 在烏東的勞金斯克 跟俄軍在交戰的時候 沒有了 曾勝江先生是花蓮 吉安鄉人 所以看到他 花蓮很多是台灣原住民 所以他的 樣子跟傳統唐人有一點不同 你知道花蓮有一個很有名的原住民叫什麼人嗎 不知道 小豬 小豬的祖像 那邊有些親友的花蓮 小豬現在扮女 扮女撲飯糞 小豬也做了 綜藝 舊業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 以前的綜藝也經常扮女 因為他以前也是 沒錯 沒錯 你說 有些人覺得是幫助 烏克蘭的人士 其實那件事 叫 向全球 招募義勇軍 有些叫自願軍 OK 你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想過 最後 你付出的代價很大 同 各個國家的國防部長 各個國家的領導 不要去了 扎列斯基斯說我們不需要人 其實我覺得當時 這個叫招募志願軍 都是令到很多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高興 因為 他們擔心 到時候會說 原來你 都說的 你們西方國家直接參與澳戰爭 所以 是的 初初 就有很多人去 但每個國家都會盡力攔住他們 所以 我就覺得 我看到都是 很深層 說回小豬雖然他不是 花蓮出生 亞美族人 雖然看到他們的輪廓是深一點的 小豬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花蓮 是 都叫 去了很久 有感情 他的家人就是花蓮那邊的人 所以 為什麼小豬選第一場 復出演唱會就是花蓮 因為他知道他那裡 就有很多 的粉絲 他有一半是花蓮亞美族血統 我相信這位 曾先生的樣子都是像亞美族人 Anyway不要緊 因為台灣地區的 這個 外事的部門 就是 正在做 因為他們 昨晚才傳出來 很新的消息 他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 但是我相信是真的 他們正在核實 曾先生 當然 收到了 在外國的一些 叫做 相關的 團體告訴他 他媽 是傷心欲絕 不敢相信 一直都希望是假消息 也請大家不要打擾他 親友 也都是托 這個 這個 祖舌哥 吳吳吳超舌 就是 去查一查 其實 剛剛 台灣地區 管理外事的人 極度關心 已經第一時間 進行跨 跨地區查核 並且和家屬 進一步進行 消息的核實 會立即對外說明 就是 是相當危險 其實 這個 曾盛號 疑似就叫做 曾一關 就說 他本名就叫曾盛江 媒體說他媽媽知道這個案子後 就大聲痛哭 因為找不到人 他媽媽 就說 有些不好的預感 很不滿這個俄軍 向他的朋友說 只要看到俄軍 暖差 動手的話 真是無法忍 戰爭的發生是平民最無辜 對 也不明白俄軍為什麼這樣做 不敢說 我不是為那些俄羅斯士兵 說 大法Sir 都不是每個人 願意 做俄軍 另外 他的朋友 曾生是個非常執著的人 對民主是很有理想人 對自由 是個悲天問人 有正義感 會 露劍不平 拔刀相助的人 這樣會不會就是他一個 你可以說他優點 會不會都是一個 當然我也覺得優點 但是他有老婆 也有 高堂 應該叫做 家人 家人 所以 究竟要不應該去呢 曾生呢 有人說他是一個開朗 富有正義感的青年 原來 在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沒多久 的時候 二月下旬 都已經 是 大 已經有一個想法 每天都上網去看這個最新的戰況 亦都向家人說 我一定要去的 家人 很多次阻礙他 他都說 對不起 我一定要上前線 那 他就聯繫上烏克蘭方面 原來他之前在台軍服役了五年 再加上 他英文很好 那就很快被錄取了 二月份就上去 其實六月份才啟程 其實六月份的時候 很多國家都是 全部禁止了 當然台灣不是國家 中國的部分 已經禁止了他們的人 出去烏克蘭 曾生的太太 就在桃園工作 她 透過 社交媒體就說 先生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很有正義感 做過五年的陸軍 俄烏戰爭開始之後 他原來剛剛退役了一年 他就立刻 想 加入戰軍 他的太太曾經 很擔心他的安危 是 用力去阻礙他 但是他先生很堅定 原來 就是 三月份啟程 因為 烏克蘭方面 扎尼斯基應該受到很大壓力 我們都說過 因為各個國家領導人說 就是為你這樣 三月份 其實就開始 停止接收這個國際志願軍 他就暫時打消了念頭 不過 不知道為何六月份 又說要他去 還是 澤列斯基說就說不收 其實就是來者不拒 我覺得這件事台灣地區應該要 應該叫 叫 澤列斯基解釋一下 所以他真的去了 他的太太 他也說 他先生出發前 是保證 會 和家人保持聯絡 也做到的 在 烏克蘭 的日子裏面 他們就是用這些社交媒體 通訊 最後一次的聯絡 是10月23日 先生就說要執行 五天的任務 出任務 會比較少聯繫 如果 是 結束了任務立刻報平安大 六天 都沒有 任何的消息 心裏覺得不對勁 於是 就通過 渠道向先生的 同袍 去 打聽 其實 網上也都是 流傳了一張照片 疑似是他的 先生 躺在擔架床上 這是一位日籍的戰友 這個日籍戰友 是他家人認識的 暫時看到消息 發了一個Twitter 就說 如果有來生的話 願意和曾先生再做朋友 說到這樣 是的 曾先生的情況 不多一點 是的 有來生 是的 曾先生的妻子也說 後來同袍 就用先生的手機 告訴他 二號的時候 執行任務 遭到俄軍的攻勢 送醫途中 就 不治 不治 他腦海一片空白 就希望不是真的 之後 馬上 趕回去 老家那裏 趕回去花蓮吉安鄉老家 在 陪在公公婆婆 家公家婆的左右 再討論如何處理後事 而曾先生的家人也希望先搞清楚 整個事實 目前 不會再回覆任何媒體 希望不要再打擾 希望媒體真的沒有打擾 另外 4號的時候 你知道 Reddit有台灣版 Reddit這個社交媒體 就貼了一個文章 就說一位 台灣地區的志願軍 DZU 其實 在我的戰爭當中 不幸地 離世 而且 亦發出了戰友的截討 Reddit上提及的 一位 25歲的 台胞軍人 當時 躲在一個戰壕裏面 突然之間 砰 嗯 他的頭部 就是 出了時 當場是沒有了 如果你看回 現在 當然是完全未確實 不過 認識曾先生的人 我們剛才說過他本來的 Facebook和IG 叫曾一關 他真名叫曾勝江 如果跟回 剛才說的 那個字母宿舍 應該就 對 另外 認識曾先生的朋友 他曾經在台軍服役 他本人是一個正直豁達又開朗的花 真的是原住民 花蓮原住民 所以大馬Sir你對 樣子不是跟 傳統的唐人一樣 他對心中的民主 自由理想的 想法非常 執著 我戰爭之後 露劍不平拔刀傷了 參加志願軍 為捍衛民主自由奉獻一切 勇士一路走好 RIP 你是 我們江榮的英雄 其實 你說江榮英雄 但是 他的父母你有沒有想過 是嗎 其實當國家 和地區的政府 都是 叫不好去的時候 總是有他的道理 第一 你擔心給俄軍有個藉口 就說 是 叫做你有參戰 直接參戰 第二 就是 說真的 我不是 說他 不英勇 不是說這個曾三不英勇 但是 人家是實雅實恥 人家是實雅實恥 真是 真的會拉低你這些東西 是嗎 烏方 這些志願軍的支援 裝備 已經是一般的 現在可能好一點 但是 這個也不知道 我看到 他們就是這個 看了那些 信息 因為他有這個社交媒體信息 就說 Do you know this person from Taiwan 就說他 死了 就說 他姓曾 就在 勞金斯克 一個地方 是沒有了 就說 Too young to die 太過早他離世了 原來 難怪他說Fence Mike 原來發 這條信息的是一位 澳洲的志願軍 因為我們叫Mite Mate 當然 是不是 未百分之百證實 你說得對 這個台灣地區 他亦沒有可能 現在的社交媒體說是就是 這個也是現實 即是不可以 草率 應該這樣說 那麼 但是呢 剛才我們Mite後也討論過 即是你不是Rambo 我不是 說這位曾先生怎樣不好 但是 每個人上前線之前就想一想 因為 今年三月初的時候 美國FBI都警告那些人說 你們不是Rambo 因為美國也很多人去 是吧 澤連斯基其實 在 3月3日的時候 就說感謝外國的志願軍 他參加 亦都說 目前已經是有1.6萬人 但是 說真的 你不知道走了多少人 1.6萬人 3月時有1.6萬人 現在可能 1萬人都沒有 有些都回去了 亦都很大量的報導 就說 部分 的志願軍是沒有任何的作戰經驗 那志願軍是來自各地的 有些是退役人士 退役軍人 有些是甚麼經驗都沒有 記得當時有BNO人上去 幸好他們沒有去 真的是 好話不好聽 這位曾先生 他也叫做 在台軍裏 服役過 有一個人說 在台灣地區 玩過Walk Game 即是有一個BNO 那你也覺得 唉 真是 我是明白他在想甚麼 是的 真是好笑 所以 我就覺得 現在 亦都希望他的家人節哀 亦都希望 那些人快快脆脆地 回到你的家鄉 快快脆脆回到你的家鄉 當然你說現在是不是俄軍有些退役呢 其實都不是 因為他 他現在 這位曾生他攻的地方 喂 現在不是 赫耳松 赫耳松俄軍有些退役地 不是澤波羅葉 已經是固守了幾年有些分離分子的這個頓巴斯地區 盧金斯克 其實我現在想想想 因為他是四個公投區 可能赫耳松 澤波羅葉給你 盧金斯克頓涅時克他死都不讓 好像克里米亞 因為和俄羅斯這兩個地方黏住了 你說赫耳松和盧金斯克 不是 赫耳松和澤波羅葉就遠一點 但是盧金斯克和盧金斯克很多年在這裡根據 盧金錯節了很久 一位前海炮突擊隊出身的 FBI官員 其實他接受 Military Times 即是軍事 美國應該叫做Military Times 的這個 雜誌訪問的時候 因為當時大量的美國人 就說我要去 他們就說 你們不是Rambo 對 不是個人的事 是要合作 是團體的行動 團體合作也不一定行 說句老實話 是 你們沒有一起訓練 沒有那些 團隊合作 默契 你去到戰場上 稍一筆臣就收工 沒錯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作詞 表達